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如果部署在韩国的萨德雷达捕捉到朝鲜发射导弹 韩国可以与日本共享情报 此前韩国方面为了显示萨德部署的所谓无害性 一直否认将与日本共享情报 韩国国防部这番表态预计将引发韩国国内 以及中俄两国对萨德部署更强烈的反对 据共同社报道 韩国政府此前一直否认与日本共享有关情报的可能性 韩国防场韩明球还曾表态 即使将萨德雷达获得的情报提供给日方也毫无帮助 但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 首次扭转态度首度放话 如果部署在韩国的萨德雷达捕捉到朝鲜发射导弹 韩国也可以与日本共享情报 共同社还指出有日美消贤是指出 从最开始萨德就是美军装备 韩国不能干预向日本提供情报 中国国际问填究院研究员杨锡宇 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指出 这个信息进一步反映出 萨德若韩是美国在下的一盘大气 虽然韩国目前计划部署的萨德系统 探测范围大约为500到600公里 但美国国务院高官在国会听证会的材料曾明显表明 萨德的雷达可以通过现场调整安装 在8小时内完成模式转换 探测范围升级到2000公里 配合日本已经部署的两个X波段雷达 将能够密切监视中俄的导弹动向 因此这次韩国的部署之后 我们在东北亚地区看到的形式是什么呢 不是说中国面对着一个X波段雷达 而是中国或者俄罗斯面临着一个三角巨阵的 这么一个三角阵的这么一个X波段雷达系统 而这个X波段雷达系统相互之间的分享 然后再同美国在阿拉斯加的X波段雷达的信息交换 和相互合同运转的话 那么这个地区的战略平衡 就会发现出现一个急剧的倾斜 日本媒体分析称 韩国以当地居民为主反对部署萨德 朴槿惠政府担心 一旦出现认为部署萨德将使日本 在安全方面获益的观点 反对声浪将进一步升级 因而一直否认将与日本合作 萨德系统计划将部署在韩国兴州 近期在该地聚集了多场激烈抗议 还有民众写血书决死抗议萨德 在当地的部署 韩国第二大在野党 国民之党非常对策委员会长 兼国会代表朴志源二号表示 总统朴槿惠应该访问新州 倾听当地居民的声音 自韩国政府7月13号宣布确定 新州为萨德部署地之后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 迅速成为韩国萨德争议的风暴也 萨德对当地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 正在锐意显现 兴州盛产香瓜 韩国70%的香瓜都产自兴州 半数以上的当地民众靠此为生 然而现在瓜农们都在担忧 明年还要不要继续种植香瓜 兴州民众担忧 如果在这里部署萨德 其雷达波数将穿过兴州郡中心地段 恐怕会影响对香瓜的种植 据报道 目前兴州香瓜的价格已经下降了30% 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称 韩国政府或考虑将萨德部队驻团地 从此前决定的星山炮台 转移到星州郡内的其他地方 但韩媒报道称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计划重新考虑部署萨德这件事 实际上 两天前 朴槿惠在清华台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 还再次强调 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必要性 并表示在朝鲜不断发展核武器的情况下 围绕萨德部署的争议持续发酵 令其忧心如焚 除了国内争议不断 朴槿惠还要面临中俄对萨德部署的反对 清瓦台周三表示 朴槿惠将于9月2号到3号 访问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 出席第二届东方经济论坛 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收纳会谈 报道称 俄罗斯一直反对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朴槿惠将向普京阐明韩国政府立场 并呼吁俄方配合解决朝核问题 翻看韩国媒体近期报道 可以发现出现了不少担忧 萨德部署影响中韩文化交流的声音 韩列社报道称 中国政府日前取消了一家 中国公司代办韩企商务签证业务的资格 韩外交部翻译人赵军赫对此表示 韩政府认为萨德问题 不应该影响韩中两国深化交流合作 希望启动两国领事领域的 磋商渠道 两天前也有消息称 中国驻韩大使馆将暂停向韩籍人员 发放商务签证 这一消息还通过社交网站 迅速在韩国网络上扩散 韩国外交部周三曾对此澄清 表示已经和中国大使馆进行确认 这一消息不属实 韩国外交部还说 中国不会通过政策来限制签证发放 签证业务受限可能是旅行社的过失 与此同时 韩国部署萨德的举动备受质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 日前逐一反驳了 韩国认为部署萨德有理的几个理由 对于韩方声称部署的萨德是缩水版 对中国无害的说法 阮宗泽认为这是狡辩 萨德系统的实质指挥权 不在韩国而在美国 另一方面对于韩国认为 朝鲜接二连三的加强核开发 暂无遏制的势头 所以必须部署萨德来维护韩国的安全 阮宗泽指出 影响朝鲜核开发的不是中朝关系 而是美朝关系 另外中国已经在努力执行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 对朝鲜最严厉的制裁 杨细宇认为 由于历史的原因 韩国对于结成 美日韩三边小北约不感兴趣 与此同时 部署萨德的决定 却搞乱了地区战略平衡 或将给韩国带来更多麻烦 萨德问题 包括韩日关系问题 将成为撕裂 韩国社会 韩国政治的一个 不断发酵的一个